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特别是夫妻 两人一起睡惯了 往往床上都摆着两个枕头 当有一个人出餐或者夜不归宿 一定要将另一个枕头放到别处 不能放在床上 第三个是寄头向西而眠 在很多地方 停尸馆的朝向都是头西角东 所谓日落归西 驾鹤西游 人进出这个世界都是头先脚后 头朝西 更方便的登入西方极乐世界 头向西是鬼睡觉的朝向 而人睡觉要头北脚南 如果你家床头朝西一定要注意了 这是对于鬼来说舒适的朝向 容易招致幽魂同床而眠 以借助你的床将自己带入极乐世界 第四个是 既不挂窗帘就睡 在民间的传说中 有一种鬼是喜欢爬窗户的 睡觉不拉窗帘容易在夜半梦醒时 看到窗外的鬼脸 或者遇到鬼敲窗 半夜听到敲窗户的声音 那是鬼在叫你 多化作美艳的美女 所以听到敲窗户的声音 千万不要睁眼看 第五个是 既衣柜门敞开 小孩子都喜欢躲进衣柜里玩捉迷藏 在民间传说中有这样一种鬼娃娃 为躲避黑白无常的勾魂索 常常躲到别人家的衣柜里 藏在大人们悬挂的衣服后面 而他们往往是趁着夜间衣柜门没关进入的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听到衣柜里发出吵闹声音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打开柜门 第六个是 睡觉即不关门 即使在古代夜不闭户的年代也不可能不关卧室门 所以人睡觉的时候是一定要关门的 特别是住在十字路口附近的人家 或者家挨着出过人命的水库 河流以及车祸 火灾等 人命事发地点等 睡觉一定要关门 否则就会出现鬼入室 虽然鬼是不一定进门的 但他会悠悠地站在卧室的门口 第七个是 夜间寄照镜子 一方面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七分人气 三分鬼气 到了晚上 阴盛阳衰 鬼气上升 这时照镜子往往会看到不该看的东西 另一方面 有一种女鬼 喜欢看镜子里的自己 我有个同学半夜醒来 就看到有个女人坐在自己卧室的梳妆镜前梳头 而老婆就躺在自己身边 第八个是 人去世之后需换床 人士绝对不能睡在这样的床上 并且他们用过的枕头也要丢出家门 前面说了 鬼魂是喜欢到处游荡的 特别是刚刚过世的人 过世后常在自己家门口附近游荡 甚至回到自己生前睡过的床上睡觉 也是有可能的 第九个是 卧室即悬挂风铃 在古代 风铃是招魂的 上接天 下接地 通天通地的地方才适合挂风铃 如屋檐 庭院 楼阁 廊道这样的地方 这些都是通天通地的地方 完全不封闭 魂是待不住的 若是挂在卧室就不一样了 鬼既然来了 就很难送走 第十个是 床头祭拜空椅 如果床头摆放一把空椅 那和招鬼无异了 半夜会有鬼坐在床边 床上物流空位 尽防枕边卧轨 只是实际中的头一季 与鬼同床会有什么后果呢? 鬼属阴 人属阳 和鬼同床共枕以后 人体内阳气衰减 阴气加重 夜间多梦 睡觉时常有透不过气的窒息感 并且面色发黑 精神萎靡不振 心情郁郁寡欢 不久便遭大病一场 重则身亡 轻则带病一生 二 睡觉头部摆放方向 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 很少会注意自己是朝哪个方位的 毕竟都是怎么舒服怎么睡 其实睡觉的朝向也是会有风水讲究的 有些朝向是不好的一定要注意 其一是东方 我们知道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向 所以由于太阳磁场的关系 朝东而睡能促使人早起 古人云一日之际再于晨 如果你希望每一天都充实而忙碌 所以东方是最合适的选择 其二是东南 睡觉头的朝向可以根据近期的运势来决定 倒霉的人自然有特定的风水朝向 而最近比较顺利的人 可以选择头朝东南的朝向 能够加强聚才能力 因此最近顺利的人 头朝东南睡觉 可以使原本的好运气 在持续一段时间 也可以防止邪神煞气对自己身体的侵扰 还能为家人带来好运 其三是西北 西北方向是潜挂 风水学上认为最有利于睡眠的方向 因此很适合老人和家里的长辈 以及男主人 其四是北方 对于某些女性朋友来说 头朝北而卧 可以缓解失眠症状 但也容易令人精神沮丧 其五是东北 东北方因为是梗挂 属于口舌是非方位 因此在此为摆卧床 容易做噩梦 一位理学认为 头朝这个方向而卧 容易使人精神紧张 导致噩梦连连 三 什么会影响睡眠 第一 床头在梁下或紧贴柱子 梁和柱都是建筑结构中 承受重力的地方 睡觉时头部位置 正在梁下或是柱旁 光是视觉都会备受压力 自然就会睡不好了 第二 床头背向窗户或空悬无靠 中医保健之道有云 避风如避剑 亦有云 神仙也怕脑后风 躺或床头背向窗户 或床头空悬无靠 斜风自然由后方吹送 影响睡眠在所难免 日子久了便容易产生偏头痛的现象 甚至引起脑部病变 第三 在睡床的正上方或正下方装有不当设备 假设睡床楼上相同位置有马桶正压 或楼下相同位置有炉火烤 虽然相隔了一段距离 睡眠中还是会感受到的 也就对睡眠者的健康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第四 是在紧贴着床头的墙壁背后 设有马桶水龙头淋浴用的连碰头或炉灶 马桶乃排泄废物之所 紧贴床头自然有污染之忧 水龙头或连碰紧贴床头 在风水学上称为淋头水 必定会令人感受潮湿之气 湿气长期渗透至床头 亦患风湿痛症 炉灶生灶火 灶火长期紧贴床头 使床头失去润泽之气 亦导致血压高或其他血气失调之症 以上不良设施虽然与床头有异强之隔 但其负面影响依然有效 第五 在床底堆满杂物 床底必须保持清洁 不宜堆积杂物 保持床底空气畅通 减少地面湿气 渗透入床垫而影响健康 总的来说 睡觉与生活息息相关 万不可忽视 只有保证了高效的睡眠质量 第二天才能够更好地面对生活 处理工作上的事情 不然就很容易招来鬼 沾染到不好的气息 长期下来就会遇到倒霉的事情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